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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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时间若摩深夜12点9 因为拜集会的时间问题 再加上我之前有个小议会 我等下我家的联影也有个议会 那变了 就迟了 但是我看完 习近平和拜登那边外交的 我看不到拜集会有任何成果 因为呢 有一个时报就讲到大家想收好关 但是你看到不是那一回事 你看到的 美国的read out 其实跟之前拜登和习近平的会面 即是那些视像会面read out 甚至是更差的 就是一开始他就说 大家是为了保持对话 和管控的竞争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是这么多 接着你说今次得到的成果 他说了有关很多香港问题 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最多的 很大的蝙蝠 他只是得到一样东西 就是 他得出的结论就是短期外 不会打台湾 但是长期的 当然肯定会打 好了 跟着你说 我战争 他只是得到一个commitment 就是习近平不会用核 是这么多 就是美国那个都算客气的 美国的声明 算客气的 美国的声明 但是我看到习近平的声明 就很明显 他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 OK 他说了很多 他习近平介绍了二十大 他终于登基了 要管控矛盾分歧 其实他同意就是 要中美关系不偏航不失出 不能相撞 就是 其实他想说 我不是搞家族主义的 他只是说这么多 说这些 接着习近平就不断罵 拜登言行不一 OK 就是 接着你看到习近平说什么 美国有美国式民主 中美有中国式的民主 又说中美走不同道路 这些东西 如果你去到这些东西 你就知道 两边说不合 这个才是个问题 就是你说什么坦诚 那些 不是那样东西 是双方完全说不合 台湾问题说不合 台湾问题只是得到一个很 很弱的承诺 就是一个很虚的承诺 就是说 他们不会打 俄乌战争问题 在习近平那份声明那里 我实际上是没有 怎样去着目 就是他只是说贸易战 那些 他没有说 他没有说 他没有战争 应该怎么做 他没有 是美国那段声明 有说 大家同意不要融合 我说不应该融合 我相信 为什么习近平没有在他自己的声明里没有说 我觉得这是一种欺诈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 所以我相信 就是暗地 习近平仍然是想帮我 你见到 如果你这样 你这个拜习会 就知道 跟我一如与其一样 只有一个刺 有些问题上会 我相信 如果你说 反而比较有成果 有少少成果 应该是布林肯 会稍后访华的时候 会谈那样东西 就应该 反而有可能是 就是北韩问题 北韩问题 有可能 这个会不会 习近平管住 金正恩 未必 未必 但是 基本上 总体来说 双方就是各说各话 各自说对方的 但是 其实你从这里 你见到中国的所谓 短期外不会打 我想 那个意思就是 拜登认为 他是 短期里面 暂时 未准备去打 即和俄互战争之前 那个 状况不同 因为你知俄互战争之前 美国就是 普京死人都说 我没敢打 我没敢打 但美国就一路都说 他想打 但我想 拜登这个意思就是 应该 就算是美国的情报消息 都是中国短期里面 应该 就很短期 就是 非常短期 就未打 但他说 之后会去什么世界 就不知道 这个就是 这个状况 所以 他说拜集会 今次又没有 成果 没有成果 拜集会是得不到任何的回应 其实你见到这种状况 这些人说 代表什么 第一 中美关系不会恢复 原状 因为如果中美关系 会恢复原状 我说习近平不会 整份声明里面 不停指责什么 指责什么 表里不音 你不停会骂人 你就知道 习近平是不停骂人 你知道习近平是没有 这次会面 就是开会之前 就拍到十熟九度 但是开会之后就完全是 那三个小时是得不到任何的 三个小时 但是三个小时的 三个小时的会议会 经过很多事情 但是我估计双方 是计算 应该是谈得很深入 要是计算 计算 双方翻译 你当实际是个半小时的会议 个半小时的会议会议 说了很多事情 但是我相信 个半小时的会议会议 是互相交伙 双方 得不到任何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问 台湾局势会不会改变 美国将会将 这次会见的内容 跟台湾那边回报 台湾那边知道的话 我估计会 继续卖武器 继续要积极被战 不会有什么 不会有什么 特别的改变 印太地区都会 是差在就是 有可能是有一个对话机制 就是美国和中国之间 就好像冷战那样 那时候 遗免有什么 都不会 大家就 怎么说 不会就开了影片 那 所以 可能 就怎么说 可能 就以为用这个机制 就开始被开了影片的问题 例如说 香港问题 新疆 西藏 那些是谈不到的 你见到 美国说 我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很厚 很前段 但没有任何其他 具体的 说到 应该就是 为什么习近平是不愿意跟 他觉得 那是外政问题 我不会跟你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也知道 香港问题 最后的结果就是 美国一定会 安排自己的法案 迫中国去 回答 去回答 国际条约的政策 这个就是个结果 我相信是个结果 就是你说有关新疆 西藏 香港的制裁会越来越多 不需要 只不过就是 可能 美国就以为 就是可能有一个 通话机制 就是可能是 暴力不肯对王毅 有什么事情 或者甚至是热线电话 北京 华府热线电话 就像以前美苏那时 有个热线电话 就是确保美苏 苏英就不认为 怎样 怎样 我那个核弹 怎样 搞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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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 就可能以为 这一套是对中国的 但是我就很怀疑 虽然苏联是个仆街 你知道俄司是个仆街 大家都见识 但是问题就是 以前那些美苏 冷战的时候 那些热线有没有用呢 就是有用的 北京俄司是经典的 就是以前就说完 是经典的欧洲国家 就是普京这种做法 有些少少 他是跟着中国那套 是学习的手势 多过本王 他是这样 就是俄司是一个经典欧洲国家 就知道就是 这些事情 就是有些事情是重大事情 核蓝炒会开片的 大家先搞清楚 就是古巴飞弹离机之后 最大教训就是 有些事情大家先搞清楚 不要是开片 不是开片 冷战是这样的 所以为什么叫做冷战 我真的打到热战 就是因为 大家不会随便开片 战略上 他也都 因为 始终俄国老 都有一定的战略水平 有些事情是仆街 OK 反应他也肯定有做 那些仆街 那些仆街 但是有些事情 在战略上 他觉得不合理 他始终会做 像一个西方的做事手帕 比如说 黑虫 围困了这么多天 饿死 真的饿死 真的饿死 他自己退兵 他说退兵 真的退了兵 退了几天 人们以为他有些鬼雷 结果就不是有鬼雷 相反就是 除了有些无间道 留在这里之外 是 那些重型武器 全部走不了 走得很狼狈 是打得很狼狈 很狼狈 是这么多 黑虫 黑虫我都以为 会寒战的嘛 最初 但最后黑虫的结果就是 那些人走了 接着 他说走的 就真的走了 很狼狈 接着黑虫就是怎么 走得七七八八 接着又怎么 你人走得七七八八 就被乌克兰进去 地雷都没落 留下一大堆武器 就有 就是 是比黑尔科夫 好一些 这个就是经典欧洲国家的座位 就是經典歐洲國家就是這些東西 它會... 就是它知道會拆的 它不會太離譜的 有時候做事 中國不是的 中國那條線它可以不聽的 中國不是經典歐洲國家 中國是會軟來的 中國是這個國家 所以 你說這個國書國話的一班集會 我怎樣看 我不認為 所以我說就算這個這樣的承諾 甚至一個熱線 可能設立一個中美熱線 都不會有作用 不會對和平有太大的影響 所以你說 這個拜集會的結果 就變成一個很煙悶的會議 而且就是 這個熱線都未必有效的時候 換言之就是 如果突然間 開了片都沒有辦法知道的 你說突然間 你說開片有什麼會先笑 現在我反而就是 他有一件事 是 拜登在這個 read out 裡面說 但是 其實一般人沒有什麼留意 這個是很大件事 其實 這個就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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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 最大的 哪些美國的民主 人 放了 就是 放了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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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不得 美國對進警條 是如此 嚇壞 因為中國 已經早就對美國的民主 我猜數量未必多 但是可能 是一些 小孩子 即是有中美雙重國籍的小小子 進行出境管控 這個就很警告 相信中美之間 在美國公民 出境問題那裡 是有相當大的爭埕 但是之前是擺在桌子底的 但是這次就放了上桌子面 因為這個他擺在首先台灣 首先香港 西藏 新疆 接著就放在台灣 然後那個段落就放在這裡 其實是同一段來的 那你想到如果從這個read out 去看這件事的話 我就覺得挺暗停的 有美國公民 subject to expand 即是不准出境的 那很大件事 那那些美國公民因為什麼而 是不是substitute expand 這個情況 可能有些是防疫措施 但是我猜有些是涉及 中美雙重國籍那些西洋 那些問題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個問題是一定會有問題的 中美關係一定會越來越出事 即是如果 在香港實施封關那些 就會更出事 如果是影響到譬如你說 雙重國籍那些 美國公民 因為 中國一向都是一個很加盟挨號的傳統 就是如果你是中國 你首先是中國公民那些 就算你有外國國籍也不會出境 因為很多香港人都很謹慎 我說 我有外國護照 我一定離開到香港 No 如果他覺得你是中國籍的話 你離開不到香港 所以為什麼我經常叫人做國籍變根 你那種外國國籍 即是我不算是居英權BC 居英權BC 你沒辦法 但問題就是我不算是居英權BC 我是一直都說 你一定要做 那個 Nationality Change 那個Amendment 就是國籍變根 你一定要做 因為如果你不做國籍變根的話 你做國籍變根 都不能夠100% 保證你能夠離開香港 但 可能性比你沒有做過 你不做 你一定要做 這個 但是從這裡可以看到 就是應該有美國公民 是不給出境 或者出境是要得到 即是中國那些 邊防的那些小朋友 就怎樣 有可能就是那些 未滿18歲的小朋友 因為你滿18歲的那些 他不可以給你 即是怎樣 他沒有什麼項目 不給你出去 他沒有國際法上的依據 最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他是18歲以下的那些 譬如你說 中美欠撫養權 即是中美欠撫養權 媽媽是中國人 你看 爸爸是中國人 你看 媽媽是中國人 好 那個撫養權 在美國法院 就判了給爸爸的 但是媽媽死都不肯放兒子 跟著他就跟中國政府說 這個是中國人 跟著他就說 不可以出去 很多這樣的案子 這些案子不少 我知道這些案子 是不少的 但是我猜有些更過分的情況就是 譬如他在美國外商 他就老惑你 是什麼 涉及那些商業糾紛 和地方政府 然後就不給他出 中國 當地公安機關就通知 中國的邊防部門 不給他出境 直接要解決問題 這些事情很多 你隨著中國撤資 又不是越來越多 那些 那些 中國那些女人 那些 就是 幫人生了個兒子 以為自己大了 這些事情發生 這些案子是不少的 但是如果這些案子 應該搞到 是要 在習近平面前 談的話 那就有些事情 有些事情發生 美國應該有些擔憂 是中國會拿 一些美國公民族人士 所以 一早 現在就要 raise 定下 這個問題 怎麼搞呢 所以 這個各說各話的 拜習會 是有 暗勇的 很多暗勇的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去信《時報》 中美可能關係有改善的 是嗎 不要這麼天真 這個不是改善的 這個 切拜習會是 惡化來的 大家更加國說國話 更加沒有交集的時候 你其實很容易開片 就算你有一個對話機制 都很容易開片 但是中國人 習慣了 就是怎樣 可能怎樣 掩抗他那個 開片的意圖 你突然間就怎樣 玩東西 你不知道 這個 所以我就想大家 就要小心些 所以說明年會不會 中美關係會好 一定不會 他 甚至要留意就是 習近平 會不會更加 封關鎖國 因為我看到 習近平有意更加封關鎖國 不然也不會禁止移民公司 為什麼要對付移民公司 是不是 他沒有必要對付移民公司 他對付移民公司 看到 他可能更大幅度封關鎖國 你香港人隨時會受波合的 所以我都建議幾樣東西 如果美國 拜登 跟他對付 習近平說的話 有可能對 就是 American citizen subject to Exit Bank 的問題的話 首先 我這樣對 如果他仍然拿著外國護照的人 你可能第一件 如果你想 你 你立刻來開香港 當然最好 但是如果你不願意 立刻來開香港 你最好 做了國籍變更 脫掉了中國籍去 確保 那個怎樣 免得他用中國籍為藉口 就直接expand你 因為如果你有雙重國籍呢 根據國際法的關係 就算是有美國公民也好 你都是subject to 你其中一個國籍的 即是你其中一個國籍所在的國家 是不會享受任何領事保護的 如果你現在退了 至少就是他 他那麼操 安理一個中國國籍都會 他那時候突然間 他都是一個非法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現在 你不做任何事情 就等於你一路接受中國國籍的話 你走不走 你是不能怨人的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因為他什麼時候都要準備 就算你純外國護照 你也是要最好的提出 因為如果拜登提出這件事 我覺得一定是有鬼的 還有拜登 他說他有提出西藏 新疆和香港的問題 但是 他沒有其他更詳細的 如果這樣的人 結果就是 美國對加強 因為新疆西藏和香港的緣故 加強制裁就變得很正常 因為他用這個為名義 加強制裁 這就變得很合理 所以你問我 香港會不會還有運行 就沒有運行 你想想美國已經 特意在習近平面前 揭穿香港的問題 但是他沒有辦法 有更多細節 就一定是 習近平不想談下去的結果 不用說 第三 我就建議各位 如果可以走 早走的原因 除了剛才說的 X-Bank的問題 始終台灣和 台灣問題 美國和中國之間 完全沒有交叉 特別中國 就覺得美國 是講一套做一套 美國和你講幾多次 一個中國他都不相信 如果這樣來講 是遲早都會開片的 你說觸摸紅線 紅線就在台灣 如果紅線就在台灣 或者是香港 那你不用說 所以我就建議 各位 早點走就沒有壞 早走就沒有壞 遲走就沒有避過 遲走就隨時 你很多財產損失 什麼都吃 你就很無謂 總之就是這一次 拜集會 我只能說 就是 一個得過吉的會議 有沒有什麼重大成果 沒有成果 它是得過吉的 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你說 這次各說各話的結果 你覺得既然是得過吉的話 你自己這樣 下一步怎麼辦 你自己這樣 我看不到是有任何重大成果 我看不到 如果真的有重大成果 就不會這樣開發 說真的 所以我就覺得 德國吉的會議 你自己這樣 下一步怎麼做 我就 如果有人跟你說 很成功 中美和好 那些 那些 我就跟你這樣說 我看一份稿 就不是這樣 上方 根本就怎樣 這三個小時都是聊空氣 聊空氣 聊得多就不會聊 下去了 就開片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今晚第二節到這裡 第三節香港時間 清晨三四點